大家好 欢迎来到BBE解说三国杀 今天我重点讲一个冷门武将于进 这个像霸神那些热门武将就是大家讲的比较多了 我准备另辟蹊径 剑斗偏锋 专门讲一些冷门武将 今天这期重点讲于进怎么用 可能大家会说于进 于进这技能好像没什么技巧了 一会我会慢慢给大家说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武将 看这个武将的技能 易中 锁定技 当你没装备防具时黑色的杀对你无效 这是一个相当bug的技能 到后期 初期也是很bug 再看于进犀利的眼光 这就是咱们的犀利格 易中绝对bug技能 一会我用录像为证 另外想说于进这个武将 我个人比较喜欢于进这个武将 于进这个武将也是曹操手下五子两将之一 以擅长迎击敌军固守迎垒著称 看看历史的他的评价 于进最好易中 然不克其中 就是因为最后败给关羽了 所以有点晚节不保的运 但是他打仗还是以稳为主 所以说我今天介绍于进也是体现这个于进稳 这个特点 首先我想说就是于进 于进由于他这个高 高等级的这个物理防御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他基本不用怎么留闪 最多留一张闪或者不用留闪 今天我讲的这些关于于进的 一会我会用两盘录像用实地来给大家实际的讲一讲 他这个高等级防御 所以说他基本不用留闪 就是最多留一张闪 如果你看厂上朝风点不在你这 你甚至可以不留闪 全部留关键牌 你用他这个武将你绝对不能无脑出牌 你一定要懂得把关键牌藏起来 知道什么时候用 什么什么时候关键时候掏出来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于进 他本来就是厂上的低朝风点 肯定要凭你其他队友朝风低 所以说你藏起关键牌来是更容易 一般没有人会骚扰你 而且就是对于一些主 我有几个主是非常推荐选于进的 比如董哥主 孟霍主 曹操主 还有那个孙坚主 去选于进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个团队你必须要有 就是肯定是有的那些高辅助 高DTS 另外还有就是这种囤居在后方 为队友存关键牌的队友 就正是于进这种角色所必须担当的 所以说你用于进这个角色 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无脑出牌 你一定要懂得存什么牌 这才是最关键 我通过两排录像给大家详细说这个运的武将 以后我会专门讲一些冷门武将 你像什么驼背狗 什么袁绍一波流 什么淘寇绝星阵这种 大家做录像太多了 我不爱他做这种录像 我做录像比较注重细节 就是大家看我这两排录像 这两排录像都是我打的 大家通过企业 你能体会出我是怎么用于进这个武将 大家看第一排录像 这个录像 大家看这几个选将 梦获主 我这几个选将 我当时会 今天我会员到期了 我这几个就没显示出来 当时反正是五个武将 我就选了愚迹 我一看梦获主肯定扛打 我肯定选了愚迹 你选董卓 你能扛得过梦获吗 你跟他拖时间 你能错过他吗 香香我也不怎么爱选 跟着梦获耗不起 火断余迹 这排我打的还是比较犀利的 过程中会给大家详细讲 厂上这几个武将 鲁大师 角哥 高富帅 小猪哥 小丑 丞相 这丞相我感觉还是片中的多一点 小乔其实 因为孟获 因为小乔也是片中多一点 你否则你是反的话 你谈孟获 你没什么意义 因为小乔 基本也是片中的多一点 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大家看 看我这骑手手牌很不错 我一会 一会我给大家说 我怎么留的关键手牌 看他们主动怎么突拍 我去 这次录像还有点卡 我在空间 登录一下 这回行了 这回行了 这是有黄盖佳许 果断不喜欢佳许 佳许你这种跟梦获一刀一刀 你卡不过 孟获肯定是先骚扰一下鲁大师了 鲁大师这有点像反贼 看鲁大师怎么 怎么的搞法 鲁大师 这种默认张辽就是反贼了 果断把孟获和张辽的手牌换了一下 然后杀一刀孟获 我个人觉得孟获这种皮涛肉厚 你上来 你懂的 鲁大师这种低防御 其实这张杀没必要出 应该留着 因为你稍后会被进行 肯定会进行强大的激活 你打孟获一下 这无关痛痒 如果是我 我可能这张杀就不会出 然后果断乐着孟获 而且孟获这个武将 他是不怕乐的 你给他打到一血 他乐他还是能这样再起 然后角哥也跳反 这时候就该我出牌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先摸牌 这个时候我也是反贼 我看前面跳俩反了 如果你要是不懂得屯牌 你顺手 你肯定不顺队友 你肯定是顺他 你后面肯定就剩一个反贼了 但假设 假设 假设他是 他是反贼 你顺他 兵他 你等于都把火力 进到队友身上 肯定没效用的 如果你要是 如果他是忠臣的话 你去顺他 或者兵他 你就是用两张特别关键的牌 去换了人两张特别没用的黑牌 所以说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兵对孟霍是非常伤的 所以说这些牌一定要留下来 这个时候 我这几张牌是肯定不出的 我用这么关键的牌 去换他几张没用的黑牌 有什么意义 大家到后来就能看到 我留的这几张关键牌的作用 这就体现在孟霍稳重行军的特点上 他可以果断把这张牌留下 这个时候果断气闪 正是因为于晋异重 这个八个班技能的存在 所以果断气闪 这一张关键牌我全部留下了 一会大家就能看到这张关键牌起了什么作用 果然我们火猪哥 也是跳了一个忠臣 而且对 我还说一点 于晋这个 正因为他不显眼 然后他特别小迷惑身份作用 尤其你跟路人打的时候 你当反对选于晋 路人方网都会默认你为内 你看他操守果断不骚扰我 假如我当时就把这羊牌都打出去的话 人家有无邪 我基本全浪费了 然后他还顺我 所以说我这几张关键牌全部都留到手里了 到后来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于晋就是起到很好迷惑作用 一会你看 还要迷惑这个老诸葛也被迷惑了 这是于晋第二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就是几乎不用存闪 可以存关键牌 第二个优点就是可以起到迷惑敌人作用 第三个优点就是可以给团队起到很好的后勤作用 你看见没 老诸葛果断给小乔打的一个无邪 他也默认张良是反 然后看我片内 他跳了中 他自比之中 所以说他以为小乔是反 果断给小乔打的无邪 这个时候就好玩了 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不拿万箭呢 因为对方有小桥 有小诸葛 我拿万箭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拿了张杀 杀比较重要 而且我古兴糟 果断火诸葛开始搞鲁大师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鲁大师拿了张铁锁 其实鲁大师应该拿张杀的 这个时候鲁肃这种高脆皮 你拿张铁锁 没什么意义 应该拿基本盘 这个时候诸葛就悲剧了 你看看到了吧 他现在裸奔了 我这张冰狼寸断就会起到作用了 他现在裸奔了 他没有无邪了 你这个时候打出兵 才能起到最大化作用 这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存关键盘 如果当时兵 就是浪费人家一张没用的黑盘 一点用都没有 你看连张铁也被迷惑了 果断我是认为我是内 他摸了诸葛和孟霍 这个时候诸葛也认为小乔是反的 果断把好孩子放底下了 他刚才给小乔打了张无鞋 那张无鞋很大疼 这时候小乔跳钟了 这时候我说一下我这张杀出的算小失误吧 其实我当时怎么想呢 因为我手里关键牌比较多 所以我不想压血线 我想留着桃这些牌我都想留住 所以说我不想压血线就出了这张杀 然后导致后来没杀 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出杀 但这个也没影响什么 因为我当时也觉得我有兵 其实我没杀的话兵住他 他还是没守盘 所以说我就出了这张杀 我为了留住更多的关键盘 这时候小乔也跳钟了 其实你二号位孟霍竹选鲁大师 是很脆的 很容易死的 要换我肯定不选鲁大师 当然鲁大师也不错 把在这给拉炒口 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存关键盘 这个时候我无论存什么手盘 也没有人会骚扰我的手盘 就是移印的优点体现出来了 小哥吃了个桃子过 这时候我一看我没来杀 股定不了他了 然后正好我这张冰起到关键锅 有冰了他了 然后我这张乐肯定不会贸然打出来 这首先他被冰了 我乐他们他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这有诸葛 这样顺手 顺手我也不会去顺队友的 所以说我果断留着 这张顺手后来还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看这张冰起到作用了吧 你当时打出去一点用都没有了 这个无邪其实场面上有一张无邪 其实是鲁大师的 鲁大师并没有给张辽无邪 因为他是想保下自己 这个倒也没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手牌 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手牌的 鲁大师无邪给保了一下自己 这个柱子切了个刀 想杀鲁大师一看距离不够 然后但能杀了一下小乔 小乔也不知道谈谁 决斗鲁大师 鲁大师基本就是快挂了 这时候我有个桃 因为我看鲁大师有加一 所以我就救了他一下 不过最后还是让孟霍收了 作为鱼镜 正因为你有这个高强度的防御技能 一定要懂得从关键盘 关键盘不能乱用 你基本不用留闪 这局你到最后你就能看出来 鱼镜这个防御有多强 比张辽经常能摸闪的防御 都被黑鲨磨死了 就我鱼镜最后一直保持凉血 都没死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黑鲨 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没有逃了 明显就没逃了 然后他杀一下小乔 把小乔弹死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 都连上是防止 防止劈他们 因为这个时候张辽肯定是有闪的 因为我这个时候有鼓劲刀 所以我就果断直接杀了 就带走卧龙了 比较悲催的是卧龙是内奸 然后这个时候我顺手还是没有用 我还是留着 顺手和乐都没有用 因为这个时候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然后祝格开始关心 祝格可能是给小乔关了一张 也是对张辽出杀的盘 现在他们几乎我们都要转一下张辽 给小乔关了个简 一马和一张杀 小乔有点悲剧 结果觉得小乔这个打法有点冒进 因为当时我们这几个人没什么输出了 他其实应该投运了 正因为他空城了 所以他悲剧了 小哥果断九杀 开了个五五 是准备破那个诸葛的空城 这我一看 我无邪为什么要给小乔打 大家看到没 我这个顺手现在又起到作用了 我现在寒冰剑是杀不到小乔的 距离不够 我就顺手果断这个时候 我把它再减一马再顺过来 我就可以杀到小乔 如果当时顺了减一马张脚 那个时候的九杀就杀不到小乔了 所以说 一定要卡好这个关键位置 我这个时候再顺 他已经杀完了 我再顺过来 我再杀小乔就能把小乔带走了 所以说这个顺是留的很关键的 这个时候果断把小乔带走了 所以说你看留牌是很有侧 这个时候我就把乐打出去 因为我觉得张辽已经很危险 所以他的手牌太多了 所以说我想先控制一下他们 这个乐要不是 要不是因为对方有诸葛 这个乐留到最后绝对也是关键牌 所以说我留的乐 兵和顺手绝对都是关键牌 你不能无脑打出 比如说你看 大家看张辽是怎么被黑沙给磨死的 余劲比较强悍 火攻咱就没办法了 那就火攻吧 火攻果断中招 然后看角哥 这个时候他们被连着 然后诸葛还有个狮子很蛋疼 我就只能用寒冰剑骚扰骚扰梦祸了 现在张辽基本废了 诸葛空城 张辽就是白碗的 出去摸寒 这时候诸葛给自己关了个方天 这连着他不敢火杀 然后他果断杀我 因为他没有距离 而且他又想摸到距离 又想摸到一张红杀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果断出闪 这时候你就能看出 你看 看见异动bug技能 我这时候两血他四血 如果我要不是离尽的话 他果断杀上我 我现在就很危险了 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红杀 所以说我一直活下来 把他武器拆掉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拆武器也能拆加一也行 另外大家看 我这个难瞒一直保存 留到最后也是很关键的 并不是说梦祸如 你就不能放来 你要找准关键时候 你看大家看我最后这个难瞒 我现在其实没有闪 如果我不是余劲的话 我很容易就死了 他们一直在杀张辽 就是因为我是余劲 看诸葛能关出什么牌了 你看都是黑杀 果断杀不动我 看见没 黑杀 如果我不是余劲 我肯定挂掉了 这余劲的强大体现出来了 张辽就是被黑杀 这么一刀一刀磨死了 这时候角哥能不间断骚扰一下 这时候你看 大家看 我这个时候再杀他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我们贴口已经解锁了 所以说必须得搞诸葛 搞梦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然后角哥过来劈他 你看大家看 大家看他雷迹判定果断 换回了一张杀 这个时候张辽没有闪 因为九杀他都没有闪 他手里也没有锦囊 没有武器 他肯定是有杀的 他不可能再有别的桃子了 即使没有杀 他肯定是有九个桃子 而张角 那个轨道又换出了一张杀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果然打出南蛮 就等于白费诸葛一雪 所以说你关键牌 一定要留到关键的时候输 这时候就等于 然后我的冠师傅 另外还想说一点 就是你在手牌没有溢出的情况下 武器绝对不要贸然挂出 尤其一种关键性的武器 因为你一旦挂出 一是有可能被人弄走 第二是人家可能会起到防 就是提前做好准备的心理 已经做好对你这个武器的防御 所以说你在手牌没有溢出的时候 不要贸然去挂 张辽最后还是被磨死 这个时候诸葛有点失误 这点失误其实还是因为 他关了两上三下 他应该是关了一张红纱给梦霍 大家看一看 他九纱把张辽给带走了 我们都没有逃 他这个失误就失误了 他并没有考虑周全 考虑说是 如果我带走张辽 我应该摸什么牌 如果带不走张辽 应该留一张什么牌 结果他把张辽带走了 他可能是关了一个武器 估计是 然后底下是红纱 你看见没有 他手里还有 最后他死了 他手里还有一张红纱 就是因为余晋这个存在 他老想关红纱 然后他也没想到张辽死了 最后他自己就死了 悲剧 他这个有点失误 他并没有考虑说 我如果杀死张辽会怎么样 我杀死张辽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带走诸葛 我们就赢的机率就较大了 这个时候我果断套出贯师傅 他即使是闪 他也锁定了 如果当初要是提前挂 他有可能会留酒之类的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果断带走他 孟霍这时候摸到红纱了 你看 你看 他肯定是还有纱的 如果 而且有青龙 如果我没有这个 异中这个Bug技能 我果断就飞雪了 然后就开始打孟霍 另外我想说一点 打孟霍 你千万 你要不然就给他留个冰 给他打盘 贴冰上 你千万别给他打到 五血孟霍 你千万别给他打到两血或者一血 这个时候他就能多摸牌 大家可以看有一个视频 叫孟霍推到三座大山 孟霍王推到三座大山 就讲的是这个原理 所以说这个时候果断不杀他 这个时候我不杀他 他只能摸两张牌 他就是个白板 我们两个人打的是很有优势的 我慢慢耗他 我们摸四张牌 摸两张牌是很有优势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果断不杀他 就让他三血 他要不就在一起 要不就只能摸两张牌 还是白板 然后我挂起闪电 这就直接结束了 闪电 脚格换走 这个时候因为有闪电 所以我果断杀他 压他几下 然后脚格直接闪电带走 我希望大家通过这盘能领悟出这个移进的一些用法 再来一块移进 这一块移进基本上也是还能体现出没看选将 看一下选将 也能体现出我说的移进那几个优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肝宁 我肯定不选 这你直接拆曹操也没什么意义 他手上都什么沙闪什么的 这周瑜脆皮 点微我也不爱选 二位二号位卤素 我是强烈不见的一选 就是果断鱼技 这盘也是基本能体现出我说的余进那几个特点 你看我在这果断不搞我 起到迷惑性作用 曹操主公果断认为我是好人 另外我想说一下 我个人在二位的时候是从来不放五五的 无论我是反式中式内 我都不会放五五的 大家都觉得可能都觉得二号位反贼放个五五比较好 其实你放五五 大家都是拿四张牌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这些人身份 这局你看我没放五五就对了 正好后面这三个人 两个中一个内 后面还是三个反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放五五是非常非常亏的 而且五五和陶原都是神牌 你一定要留在手里 到关键时刻再掏出来 你上来第一轮大家都觉得二号位反就应该放 其实真没有这个必要 你让五五留到最后 然后大家身份都确定了 你看好位置 然后那个时候再放才能起到作用 像五五陶原这种排绝对神牌 有些人可能陶原五五什么上来没用就直接弃了 另外这就体现出余进这个高防御的技能 你如果是个三血脆皮什么 你这种排根本就留不住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大胆的放心的扔一张闪 把这个五五留在手里 放到最后起关键作用 这就是余进的作用 这个时候我因为是余进 所以我果断感动闪 包括南蛮我都感动 虽然我是反应南蛮你也可以根据场上队友的情况选择放不放 所以说这就体现他的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我说的那一点 可以果断藏关键牌 关键牌全部藏在手里 扔闪不过 如果我这个时候并不是说要装身 因为我没有杀 而且火攻南蛮对曹操 你这进攻没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一会儿看谁是忠臣再搞谁 就是说我这牌留的是非常关键的 你看他们肯定是不搞我们 然后他们都开始搞调查 急火调查 这跳了个钟 张角也跳了个钟 张角是这位玩家迷你武功比较会装啊 然后气了个冰凉寸断 他怕被后面人急火 因为这已经跳两个钟了 然后我也冒似的钟 他怕后面都是反急火的 所以他装了个内 把冰凉寸断气了 貂蝉 貂蝉吧 貂蝉最后其实是内 他其实是中 貂蝉一看这后面都是反 然后也装一下吧 省得后面都急火他 然后搞了一下张角 这位孙前玩家是本场玩最菜的 后面玩的特别菜 大家看 这会儿还没看不出啥的 他本场玩最菜 选个最牛逼的人玩最菜 杀了一下貂蝉 这也没什么事吧 因为他看 其实他个人杀貂蝉 是非常有问题的 虽然貂蝉室内 他杀对了 但是因为这两个人是跳的钟 而他离间的是钟 你去杀一个离间忠诚的人 这个时候 当时我玩的时候 我给他标的是内 我给这几个人标的是反 然后这俩是钟 因为你 他是离间的是两个跳钟的人 你去杀 你这下非常有问题的 虽然貂蝉最后是内 只不过是 因为貂蝉怕被击火 才这样 然后孟霍也跳反了 这熊玉其实也是反的 你这孟霍 孟霍打仗无邪 你以为貂蝉是反了 寻玉也没给他补牌 因为觉得给孟霍补没什么作用 曹操主 曹操主 就是面对忠诚被击火 一点力都没有 就总要在这看 就是我们 这位玩家也很会玩 我们果断针对张角 张角明显就是个忠诚 主公现在还看不出来呢 根本都不杀我俩 以为我俩都是好人的 你看见 红沙都气了 都不杀我 也不杀寻玉 以为我俩是好人的 我俩就在这先搞忠诚 曹操主 你就是先击火忠诚 要不然你就是一波给曹操推了 曹操也没什么防御 要不然击火完忠诚围观他 这时候我果断 这个时候 火功你就留着 就起过 你这时候有目标了 就可以火功了 然后拱到火功张角 这时候 我谁也杀不到 就火功了下张角 然后他们还开始搞调查 这调查有点怒了 你们忠诚都搞我 司马懿也不搞我 所以说余劲你看看 我说这几点 各种余劲都体现出来了 他这个时候 其实就有跳妹的行为 因为他并没有离间 这两个中间 而去离间他 这个时候他就是跳妹了 如果要是他是法 的话 他就应该离间张角和主攻了 然后先前去搞张角 这个时候没什么问题啊 张角角死了 你看这个东城 主攻傻眼了 傻眼他也没办法 这时候我孙权打的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妹 你看那个 寻语问怎么不离间主 这个时候去调查 已经就跳妹了 然后寻语 也在这也不拼甲 我俩都装 他也不敢 曹操以为我俩都好了 他不杀 孟霍跳了个坊 他就去杀孟霍的弹头 这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攻击牌 我就能在那里待着我 我就先待着吧 那貂蝉就搞这两个人 赣马和新权 反正他俩最搞的 一会儿徐玉还给貂蝉补牌的 你看他打的就很向内 然后导致 导致我们都搞他 比如说徐玉补有乐乐中就跳了 曹操藏着把脸弩 一会儿 这一个就粗粗徐玉 好像是没吐死吧 大家看 这孙几强玩家 断堂的飞得唱 这个时候我就 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跳明了 我果断搞四马 我手里也没什么牌了 要他摸去 果断先把四马搞死 还好梦霍逃不住 这个孙几强和貂蝉 两人玩着 反正两人都像妹 我们也就不敢给他们贸然 判断他们谁去谁 这个时候你看 貂蝉没有去离间四马 这个时候已经他明显是妹了 终于都恍然大悟了 这孙几强疼了腾甲不治疼 不知道在这干什么 一会儿就因为他穿了腾甲 把他自己坑死了 形狱这时候没跟我拼点 应该是跟我拼点了 应该是跟我拼点 得把四马干死 好像有个桃正好 这时候果断还是坚告四马 四马搞死他说 四马当时反馈了我个傻 他们一直都在杀巡遇 这是很不明智的 孙权这次搞的一直都不敢给他补还 其实要早给他补还 早就赢了 雕杂命还不错 就是巡遇被带走了 没考了 巡遇被雕杂带走了 之前腾甲也不制衡 就制衡两张闪 然后也不留闪 不知道想拿的 杀孟霍是没什么前途的 这时候 我果断现在把冠石虎拆了 冠石虎不拆太危险了 然后我想顺他武器 他一看他无邪了 我正好把他杀了 宇静藏牌能力很强的 因为你基本不用留防御牌 这家弹藏的藤甲穿的 我觉得这真是无语了 然后还还宋主 这孙权玩的 真弹藏 打陶操 就像孟霍 于静这种 打陶操一点都不费劲 轻松搞定 神乐 没乐住 那九杀带走孟霍 看见没 又是九黑杀 于静一中八个技能 严重体现出来 有时候果断带走 我交谈 这再赢就很惊讶了 基本上就没什么前面了 曹操就是个大白板 曹操军争最弱主 军争最强主 孙权 你自己想的 你要还愿意选什么 刘备什么 曹操什么的 自己选去 我也不说了 最弱主就是曹操 当然你群内玩选这个位还是不错的 有点配合什么 但是还是没有孙权抢 这就是果断铁锁 带走 还能帮蒙霍带起 如果带不走的话 就是我这录像就讲完了 于静优点 我基本上也大概都讲出来了 于静到底该怎么个用 关键一点就是于静懂得去关键牌 由于他高防御的存在 这是最关键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很容易被场上人忽视 忽视很好 忽视我就可以安安心扛牌 作为团队后勤保障 一个团队必须要有DPS 也要有辅助 然后也要后勤保障 我以后就专门讲一些这些冷门武将 有机会我的录像多了以后 就给大家讲一些冷门武将 那些就是常用的 讲的人可能都比较多 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 我就给大家换换口味 好吧今天就讲那么多吧 大家再见了